難道有一單600萬樓最後上車機會? 美景花園580萬成交 買家極速衝去業主送丁 馬上看看發生什麼事 回應另一位網友的提問 其實小火子,600萬樓也不用緊張 如果那間樓賣680多萬 我建議你可以跟劫主夾手 面那一陣就給他599 然後在私底下再按荷包 幾萬甚至十萬元就給他 加上數就六百零幾萬 但你又可以做到高乘數王揭 行不行呢 我有親身經歷 我不是試過做這件事 好像是 先說一下 整件事 跟你們說 有沒有可能發生 以及當中有牽涉什麼法律問題 或者有什麼灰色地帶呢 這件事當然有好處 你當然是做到高乘數王揭 也 高乘數王揭 還有你還有什麼好處 你想清楚 雖然你覺得很少是什麼呢 599的樓 和這個六百零幾萬的樓 交的稅是不同的 六百零幾萬會交得多些稅 其實你是不是當中牽涉了圖稅呢 是刑事的 當中又節省了稅 又做到高乘數王揭 你當然有好處 但是暫在業主立場 業主應該要配合你 想清楚這一點 業主也不是傻子 你說什麼他做什麼 他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我都試過了 你跟他談判決的事情 那時候 A進和我一起上去 A進就跟業主說 幫我幫學生仔 減少一點給他 他容易做些判決的 然後業主串到抽筋 他說 幫我什麼事 一個回答你 冷酷無情 但是 暫在他立場 真的不關他的事 做不到案件 什麼來的 我還記得那個是 阿婆阿伯 不知道說什麼 什麼 我不懂這些東西 關鬼事 對呀他不需要這些東西 因為那個年代 都不需要做這些複雜的案件 現在政府鎖到那麼緊 才那麼神經 又MC又成 不過我不說那麼遠 總之 業主當中都沒有好處 怎麼會配合你呢 有些人就說 不是呀他放到盤了 你現在的市 是業主強 還是買家強 大家也看到了 用不需要跟你搞這麼多東西 我和一個 簡單單單 買那個不好 就搞這麼多東西 除非市場很差 他才叫乾的 最後 雙方都可能 牽涉 賣賣 涂稅 悶稅 有刑事風險 那業主會不會跟你搏呢 還有599 和60多 就說了 如果620萬 你又怎麼給 買家具20萬 私底下給20萬 這樣很容易引人 去 知道的 這一點大家 行量下風險之後 想想自己能不能搏 業主能不能跟你搏呢 自己覺得值不值得搏呢 我也不知道 如果有識法律的朋友 在下面 留言吧 幫幫大家 看看這樣做是不是一個 叫什麼 灰色地帶可以做到 600多萬 不需要 都做到高成數按揭 這樣看看行不行 上車最後的機會 這段影片也說了 最後一點 小火子 到時升到這麼high 全部樓600萬樓上 一定民怨四起 為什麼我們上不了車 全部人都上不了車 可不可以放寬按揭 首期由270萬 變成200萬 就OK了 因為我們做七成的話 三成自己 三成自己 36118 180萬 再加雜費 200萬 少很多的 會不會放寬呢 我之前也說過 放寬按揭對政府毫無好處 當樓升到600萬的時候 代表樓 很high 很多人要 很多人不買 還要放寬 讓更加多人合資 同時間 更多人 包括上車下投資者 都能進市 變相有刺激的樓市 抑壓樓市 其實這也不會抑壓到 你為什麼放寬浪權 會抑壓到呢 勝市又會說政府害人 如果到時 市爆了 政府又大問題 所以 我個人認為 政府最好 多事不如事不如事 有這個生態 持續下去 都市人 都是那句 不放寬 很多人 就 上不了車 最後 迫住 去買新樓 其實 政府不放寬 就是最正 他不放寬 又不會刺激樓市 之餘 那些人又跑去買新樓 新樓來講 就是益了發展商和政府 剛才我所說 他們又要做二岸 被人吃兩針 買完樓還要做二岸 神經病 超高升二岸 賺兩針 發展商又賺到高樓價 政府又收到高瑞秀 多好 少些人上車 雖然怨氣會大增 怨氣會大增 上不了車就瘋了 那些樓又不停升 但最後又又又怎樣 你上不了 關政府什麼事 他從頭到尾都沒想過要你上車 你自己是想情願 寧願你上不了車 都不想堆倒樓市 認為 政府是不想放寬岸建成素 亦都不想做任何 他可能會加辣椒 但亦都不會再放寬 放寬應該少一點 而這個情況來說 這年也是這樣 政府少做少做 不做不錯 今天 分享差不多了 回應了三位網友 重要的論據 他講了 第一個論點就是 小火子不到人 買新樓就可以了 買新樓的不好處 第二就是 跟業主夾計 你就可以買到600萬以上的樓 這個就看看 業主和你沒有這個風險 這個叫刑事風險 第三 政府就會到時放寬岸揭 這個也不會 看到很大機會放寬岸揭 所以情況就是這樣 今天分享那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最近 可能就快要超越一千 多謝網友的支持 也有一個 Bitcoin大抽獎 希望大家可以 擁有支持 現在捐錢 捐錢都要 呼籲 大家開啟PupeKey 看看那條影片 看看 看看戶口 到時大抽獎 就可能有你份了 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訂閱、Like和Share 贊助 拜拜 出品